我之前装修 从来没装过中央空调 我对中央空调一无所知 因为要做这个万恶之源的极简风 设计师说 客餐厅用艺术封口好看一点 让我去找找哪有卖 艺术封口就是个性化出封口 比如窄一点 带个灯 平常我也没注意过 哪里卖这个 该想起某宝的时候 我没想起来 却把降临工地的扫楼业务员 当成了缘分 他穿着一身粉红色衣服进来 说是做艺术封口的 我把设计师要的款式发给他看 问他什么价格 他说两百多一米 我问上海做工装的同学 他说小东西没多少钱 就本地做吧 我一听小东西 就觉得也没啥浪费时间比价的必要了 正好木工也在 我让粉红女和木工对接好了怎么掉顶 预留安装位置 倒需要装艺术封口了 我让他量尺报价 他量完跟我说 三百二一米打九折 折后六千 先付五千 我在开车没仔细看 只觉得这个人说话不实在 两百一二 你可以说两百 三百二打九折 两百九 你得说三百嘛 但又因为工期不能耽误 前面对接的也是他 不想再旁生枝节 车一停 就微信转了五千给他 爽快地成全了他的今日份业绩 和一个今日份体面客户 他收了钱 发了个合同给我 说让我打印签字 发回给他 我回去一看合同 开孔费一千六 我说开孔费是什么 他说你四个封口上面 要装十个桶灯 开十个灯孔 等你自己买 体面在套路面前 如此脆弱 我说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师傅现场开孔 十块钱一个 开十个孔 也就半小时的事 你一千六 是依据的什么定价标准 他说我们公司的标准 你转账 就是认可了价格 合理利润 你不明白吗 我说你报价的时候 都没有给我提 还有这个费用 他说你随口一问 我随口一说 以合同为准 你也不用纠结 我的报价方式不严谨了 都是成年人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吵架 伤了和气 没意义 我说你们这样说话做事 我信不过你们 我不要了 你给我退单吧 他说退单不是你说退就退 要看工厂下料了没有 但是呢 他可以去帮我争取 退没有下料的部分 你们看 大品牌的好处 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这种个体户 人家又没有知名度 不需要维护名誉 第二天 粉红女发给我一张图片 上面一根金属条子 说已经下了一个料 扣掉这个料 400 转回我4600 说她给工厂 说了许多好话 我当时就应该说 好嘞 给您添麻烦了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毕竟 到手的鸭子 人家只撕了一条腿 但是我发了个朋友圈 说四条艺术风口 竟然要6000 同学说 她宰你的 一千还能赚400 感情这是生意 你不成利润在呀 我脑子一轴 就要和她一般见识 我说我合同都还没签 想料管我什么事 她说你转账就是确认下单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 就当是给我的辛苦费吧 你都住别墅了 还这么小气 还是个老板呢 我虽然没你有钱 文化没你高 但是我讲道理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 就算工厂没收这个物料费 我收了 又怎样 然后 她就把我拉黑了 我说我要投诉她 老公说 你不如去干点正事 为400块钱生气值吗 我说不是钱的问题 她不讲道理 还颠倒黑白 绕成了我胡搅蛮缠了 老公说 不讲道理的人多了去了 你不生气 她就气不到你 干嘛要叫她做人 我点了一下微信的投诉按钮 立即被驳回 回复未发现违规 我又拿12315 然后 发现合同上的公司名称 地址和品牌 都是假的 根本查不到 我要投诉的是谁 我都不知道 我能找到的 只有一张 她深度美颜的自拍头像 就我这智商 还教别人做人呢 我还是多吃几个核桃吧 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丑话写合同 签约验资质 给业务员越多的信任 最后扯皮的概率越高 浪漫主义照进现实 挨打是你 活该也是你 然后 同学帮我做了发货来 但之前掉顶的时候 是那个粉红女 和木工对接 开的孔 现在收不了口 要么重做吊顶 要么重做封口 如果重做封口加宽 就和中央空调配送的 标准封口一样宽 白做 我不想再折腾了 就让项目经理 直接在原先的开孔 补木条 补镊子 上涂料 项目经理说 这样做的话 我每年拆洗封口里面的滤网 他就来给我补镊子和墙漆 幸亏天花板是用的白色 不怕色差 这个封口有个缺点 它窄 业务员说 如果里面封机坏了 要拆掉顶才拿得出来 好消息是 封机不容易坏 这个极简风 就像一只煽动翅膀的蝴蝶 让整个世界 封烟四起